哈喽大家好,我是瑶竹,我在新西兰 这两天啊,新西兰的那个太阳就下班了 都没有出来,全部都躲在乌云的后面 然后这两天呢,都是那种阴天 但是呢,天气非常的暖和 听说呢,这一次的十月份 为什么之前我朋友说,你怎么说现在是夏天,明明是春天 因为我们的感受就是已经夏天了,为什么 今年的十月份是自2001年以来 最热的一个夏天了 不是,最热的一个十月份了 那么是111年以来 就是最热,第五次最热的一个十月份 然后呢,今天我在我的这个小花花旁边呢 突然发现我的西红柿长出来了 我的天,我正是从三月份还是四月份 新西兰风格的那个时候 然后去养了这个西红柿 这个西红柿一直没长出来,特别着急 不知道这汁怎么剪好 有时候呢,我把它给剪秃了,它也不长 然后有时候一直留着它 汁都黄了,它也不长 所以呢,现在可能是季节的问题 上礼拜我去朋友家,我朋友家长了个小西红柿 哎呦吧,我气得火爆三丈 我心想我都长了那么多个月,都没长出来 然后长天后来,我天天丢了西红柿 然后长出来这么悠悠点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哇,这个小西红柿长出来的太可爱了 什么时候才能吃偶像柿 然后这个是我的葱 我觉得这个葱长得也不错,都开花了 据说是可以收籽,可以接着种 我这个葱长得就特别像小森林一样 密麻麻的 这里是我的草莓 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突然发现,又长出来一个 然后这是我的小花花 我现在把它挪到新的花盆里了 超级无敌多,好美好香的 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还是来分享一下 新西兰的美丽的城市的一些小小的数据吧 大家知道吗 就是英国人最喜欢哪个国家 我们先说啊 新西兰,是新西兰 对,是新西兰 然后呢,如果要是说 英国人到底有多喜欢美国呢 是排第三十名喜欢美国 新西兰是排第一的 所以英国人确实是新西兰 很多是英国人过来的 然后呢,就是说新西兰确实很美 然后吸引了很多的热爱自然风景的朋友们 然后就说新西兰现在是最美的这个城市是哪呢 居然不是奥克兰 对,当然不是奥克兰 奥克兰人太多了 现在垃圾啊什么的 环境都没有以前好 是汉米尔顿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哈姆腿 不是因为它有蛤蟆 是因为它的英文比较像哈姆腿 哈姆腿 所以我们就管它叫哈姆腿 然后呢,在这个汉米尔顿呢 其实是没有海的 但它有一条河 就是说这是最美丽的城市 然后还有一个最美丽的城市呢 是在这个北帕旁边 叫做,名字叫什么 我忘了 好像就M打头的一个地方 最美丽的小城镇 大家能够想到是哪吗 是建镇 对,建镇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感觉也挺迷你的 也还有文化 然后另外一个说最美丽的小城镇 就是小城镇 是哈姆腿 就是在 应该是在 Napir附近 对,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聊聊这儿 今天呢,我自己做了个果汁 正在喝 喝完之后呢,我要去睡觉了 明天继续忙碌 晚安啦,拜拜